你好,今天我们来看一种节目的类型 看过之后,也许你会受到一点启发 甚至你可能想,这个东西不是太难了 也许我可以尝试做做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一类的节目叫做react video 或者叫reaction video 翻译成中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一种反应性的视频 我看别人的视频,我有什么反应 我喜怒哀乐,我有表情 我有模仿 然后大家愿意看这样一个东西 这一类节目是什么样子呢?量级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你看我大概在YouTube里头搜索一下react vide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以前老用这一招 你把关键字往里头一搜 感觉一个内容方向 它的天花板是多高 这类内容有没有前途可以做 是多大一个量级 你就这样子一搜 然后根据里头的过滤排名 按这个观看次数去排名 然后就会得到这样一个 结果 在这结果里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第一个结果排的是一个播放列表 第二个是一个一年以前的视频 5200多万 这个又是一个播放列表 播放列表 那这是3000多万 3000多万 播放列表 2000多万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好像从这样一个关键字的搜索里头 它没有一个过亿 但是呢 就2000万 三四千万这个量级 那么你 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类型的视频 千万级 这个都是观众是很多的 好 那么也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 那么我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是什么样子的 叫做reactive video 这个 几个小伙子一起看一个视频 七嘴八舌 来反应 来点评 好 这种所谓的reactive video的话 就是你的反应 你本能的反应 你看到觉得好笑 好玩 夸张 然后感到惊异 然后感到 啊 事实上居然有这样的神人 或者讲 他这个东西喷到上面 我以为他会爆炸 以为他会着火或什么 反正各种各样的古怪的 这样 大家想看 因为情绪是可以传染的 你看到他呢 哈哈大笑 也许你就张开嘴 跟着傻笑 或者讲 你们究竟在笑什么 或者讲 你笑他们傻笑 不管怎么样 他成功的 引起你情绪上面 一个反应 共鸣也好 或者讨厌也好 或者什么样子 你只要有情绪反应 这个节目 就会 引起别人的更多的观看 好 这个是 一个例子 来看这个例子 reaction bro he's so funny he speak like positively but like he's so like angry 这个视频的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反应性视频 他就这个人是在看另外一个人做蛋糕 然后他很愤怒 然后这个做节目的人 他在看他对他的反应 你看一层一层好玩吧 那你呢 可以做一期节目的讲 我看他 看他 看他 反正我举这个例子 就给你看一下这个节目形式 就是这个样子 你没有必要像做这个知识主播那样子 哇 一个礼拜的准备知识研究 然后写稿 然后再训练 然后确认这些数据出处等等 好复杂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 注意啊 是情绪的反应 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专家点评 这个人 这个蛋糕这一步是不对的 这个人是个神经病 他怎么觉得这个东西好笑呢 你不要从专业知识上面的点评 但凡你搞成专业 这个像解说火箭升空一样 请个专家来 讲介绍你这个蛋糕是怎么回事 这个蓝油是怎么回事 完了 那个节目没人看 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做react react video呢 就是你本能的生理反应 你愤怒 你奇怪 你好笑 这个才能够是一个很浅 你可能觉得这种节目很low 对吧 这是你 你个人又个人的价值观的判断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大的存在 一个很大的类别 做的门槛可能不是很高 如果对那些 不知道想做什么东西的 我就希望通过这些节目 对你所启发 好 这是第二个例子 再看第三个例子 如果你喜欢游戏 这是对一个游戏里头的 Oh my god That 50% 看到这就是反应 他可以讲这个人玩游戏怎么 他妈的这么烂 真是个脑残 所以全是情绪性的表达 当然你没有必要那么去low 不要那么去骂人 不要完全是个负面的能量 还是也要做一个温和的善良的人 但是放松的 有情绪的这样可以的 不要去一惊一乍 把自己弄成小丑跟神经病一样 这样子不对 还有的人故意 一听到一个东西 故意摔跤 又椅子又摔破了 弄个各种超级夸张的 这也没有必要 所以讲凡事都可以react 所有东西都有可以反应 你这边播一个老胡在讲 老胡在讲节目的时候 你就得讲 我来react to老胡的这期节目 然后老胡在那讲 然后你就这样 你就开始打呼 这也是反应 很好 所以讲 我们上次讲的鱼谦 鱼谦 万物皆可捧 余谦的说相声 他的棚梗的角色 可以插到任何一个人的视频里头去 同样任何一个东西 你都可以去作为一个react video 只要好玩 只要足够 好 再看这个例子 这是Mr.Beast 你看 这些船船 这些是GTA5的东西 我的天啊 他们远到船船 冷静 你看他讲 这个飞人跟这个飞机这么近 不要撞上了 你看他不是跟你讲 我告诉你 超过多少银行局就会 飞 这个就危险了 他不需要做这些东西 不需要做这个研究 所以讲 哇他居然这个飞人 那个飞机能这么近 会不会有危险呢 你只要这样的说 就好了 这就是反应 就让人感觉就是 你第一次看见这个视频 而不是讲 我今天给大家报告 我研究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专门研究这个东西 今天我给你告诉 告诉你这个东西 那就没味道了 那就不好玩了 所以就这样子玩 大家终于看到了 一般来说 两个人 几个人在一起做 更好玩 因为有互动 他的表情跟他又不一样 他们两个人一样 有的是意见相同 有的人就是还能够 又对立一下子 所以 所以就是更多的这个动态的元素在里头 所以会有经常好多这样的几个人 然后呢 两个人 一男一女 再来帅哥加美女 那更是还来 让老外来吃吃臭豆腐 看看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 它本身就是一个试验 然后你可以点评 你看这个老外 然后你讲这个 你就可以对这种进行反应 千万不要把它做成一个科学性的点评 那就不好玩了 这个本身就是个娱乐节目 好 我刚才收的是 这个叫做react video 在这一类反应性的视频里头 最大的 最火的一个门类 就是抖音的视频的react 因为抖音上面有大量的丰富的素材 全都是这种才艺啊 好 或者是这个 这种一些奇怪的东西 非常短 然后你可以去点评 你看 我们可以看这个例子 Hey guys It's me Mireanda Today I'm so excited for my video because I'm reacting to the day Oh I just did it It's not The shoe in the water Whoa You see that She took an entire paper out of the shoe I was not expecting that paper to come out That was really incredible What the heck All these boys not wearing any clothes Wow Invisible fair Those naked boys 好 你大概能感觉得到 我们去看一下 你看 react to这个 这个人reacted 这个狗狗的 什么都可以 这个样子的 就是比较夸张的 你不见得讲 完全夸张到离谱的 这样的东西 就是比较好玩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大类 大家感觉一下量级 抖音 5000多万 3000多万 2000多万观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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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 有点不可思议 这种东西竟然几千万人在看 好 那我再接着给你看 下面一个数据 你再看看 做这些reacted 这样的video的量级 我刚才看到是视频的观看量级 看它的频道量级 1000万的本事的频道 再看这个 Mr.Beast的 这是它的副频道 它的小号 752万 这个量级 再看这个频道 1200万 你再看这个频道 2000多万 这个才叫狠 如果讲一个这个视频 顶级的视频 这样 这35000万的观看量 不厉害 这样做这种reacted video的 这样的频道 能做到千万级 并且 这么多个 这才是一个现象级 所以千万不可小看 这一类东西 那么 接下来我就讲一下 这一类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对你 反映的这些视频 要有所筛选 你不要去把一个视频 比如说别人8分钟 然后你就边看边讲边看边讲 讲人家这一期视频 这个就有问题 会有很多的版权问题 因为你过度的使用别人的 这样的素材 你应该像 像谁 像Mr.Beast这样做 你看他这期节目的话 他是专门对飞行服 就是飞人这个东西去做的 你可以看到 它第一个素材 是来自于 来自于 这一个 你再看它下面 这个是来自于 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 机器人公司的 另外的一个影片里头的片段 然后 后面这个很显然是 来自另外一个人的视频 所以它是一个专题 然后就专门去 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个 react 这个东西也是 它会在这里的5分多钟 会react 比如说八个抖音上面的小短片 来自八个号 不同的号 这也完全可能 可以 或者是当然你可以react 同一个人 比如说抖音 number one的 那个跳舞的女孩 你可以对她 里头的舞姿 放到一集里头 想这她能又这样子 又那样子跳 又这样子 那也可以 反正就是不要避免 去对人家单一一个视频 然后完整的在那里头播放 用画中画的方式在那样播放 这个就是容易迎去版权的主张 或者是甚至版权的黄牌 都有可能 不要那样子玩 用片段 用片段去截取 然后用恰当的方式 去怎么样做反应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想做这里的视频 你就要去学习别人 要么夸张的面部表情 要么一定的语言的模式 画素 就是你刚才看到 所有的人都会在那里讲 Oh my God 老外都这样子玩 那么你要是做中文的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有一些画素 表示惊奇 表示夸张 表示兴奋 这些必要的话素 必要的动作 或者是弄个气球 把它扎破气球这个声音 或者是弄个玩具 往墙上扔一扔 不要弄这种巨大的破坏性的 一期节目都扎掉30个盘子 这个就不太好 这个就不恰当 反正是合理的 但是呢 在理性的 但是又有一点点 让别人看起来特别好玩的 这样一个反应就比较好 也不能从头到尾 就全是惊叹号 惊叹号 疑问号 惊叹号 那就不好玩了 那就别人就把你当小丑 所以讲千万级 你去研究一下 千万级的频道和这样的一个视频 它有哪一些 它一定有过人之处 像刚才这个女的表情超级夸张 你看她把她的脸放了多大 因为她可能是个表情低 我不知道 我并没有看她多少视频 我只是按刚才这样的搜索 打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所以你看今天通过这些例子 给大家告诉大家 这个React Video 这是一大类的视频 不仅单一视频上能做到千万级 而且这个频道层面上 也可能做到千万级 这样一个打号 不需要你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反过来讲 你保持那种原始真实 纯真的傻傻的状态 反而是能做好这种React Video的 基本的挑战 你什么都懂 你见过世面 什么都没看过 什么都看过的 反而做不好 这一类的节目 你看老胡要来做这个东西 我不是讲我什么都知道 我做这东西 我就夸张不起来 所以我就没办法做这一类的节目 我就非 我是理工科出身的人 我什么东西 我都有分析的这种 分析的这种妄想症 我都想分析 恨不得都要指出它的不足 所以我就不适合做这一类东西 人家就嫌你这种人 特别讨厌 大家与民同乐的 大家皆大欢喜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搞得那么严肃 不好玩 所以这一类节目 你要把握这样一个调性 好 如果你现在正在寻找内容方向 觉得这个东西 也许适合你的个性 可以尝试的话 反正又没多大本钱 试试看 这都不用拍片 打开 打开一个摄像机 一个电脑 边播放边看就是了 然后录几期节目试试看 如果是你的菜的话 就可以试试 天花板挺高的 好的 这就是这一期的案例分析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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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